Hello 大家好 我是Ciric Chan 欢迎大家收看Ciric Square的频道 老挖近期出了25mm 0.95超大光圈的电影镜头 这支镜头除了在拍片方面有一个超高的成像之外 其实这支镜子用来拍照也不差的 今集我跟大家用这支镜子试试在不同环境之下 包括日间、夜间、晴天、阴天的表现 当然会试试它拍片的表现 另外还有用这支镜子的时间 它的技巧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就来试试吧 这次老挖这支25mm 0.95 它的外壳用全金属去打造 另外它的遮光罩也是金属 而对焦环以拍片为主 所以它的行程比较长 对焦环和光圈环都是无段式设计 方便拍片的时间使用 不过今次的镜子是没有接点的 所以和相机是没有沟通的 拍完相片的时候要留意 这张相片是没有任何光圈或镜头的数据 看看这支镜子的详细资料 它的视角是46.7度 光学结构是8组14片的镜片 另外有9片光圈叶 最近的合招距离是25cm 放大比率是0.17 另外铝镜直径是62mm 但要留意这支镜子的重量也有570g 加上一些专业的机身 分分钟到1kg 所以重量要留意 刚才也说过 因为镜子没有接点的关系 所以和相机完全没有沟通 所以使用的时候 第一件事是在相机上 设定防手震 设定为25mm 令它有相应的防震修正 可以在拍片和拍照的时候 做相应的修正 这个效果也很显著 所以大家第一时间使用这些手动镜的时候 记得设定它 用全手动镜为了方便对焦 所以记得到机身上 将某些键剪锁键 改为封直 以及改为放大的功能 令你在摄影的时间 做手动对焦的时候 就更多提示了 例如在放大的方面 当你想知道 你的焦点位是否正确 可以用放大去看 另外加了峰值 就会加一些线条 告诉你准程度 有这两个方法 会令你更方便 现在我来看看光圈环的黑道 每个光圈值拍一张相片 看看它的边缘和中心的画质分别 很明显看到照片 0.95mm 是有点萌萌的 去到1.4mm 2.0mm 打厚就开始漂亮了 细节上也保留得很好 我会看到最佳光圈值 比较偏向2.0mm 2.8mm 4.0mm 是比较好的 看近中央的成像 你看到光圈值 1.1mm 1.4mm 打厚就开始好 去到2.84mm 连对比度和颜色的保留 都会更加好 所以这支的日间来说 理论上收1-2级 已经有极好的成像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再来实践一下 首先由夜晚开始的街拍 光线和对比度 出来的效果都很好 因为受惠于大光圈 在很多环境之下 快门也不用保持得很慢 而也做到一些光叉位的效果 有光位和暗位保留的光暗细节 也存在 街拍来说也方便很多 提机就可以做到 夜拍反而要留意 手动对焦的准整度 尸镜最小光圈值 出来的星王效果 也挺漂亮的 颗星出得 另外用最小光圈的时间 可以加一些气氛 在最大光圈值之下 某些角度之下 入射光会产生光云的出现 我利用这个效果去拍摄的时间 出来的发酷作用 我又觉得挺好的 这个缺陷味产生得不错 利用大光圈和Outflow 产生多重曝光的效果 令我有一些云影的感觉 尸镜超低光环境之下的拍摄 受惠于0.95 真的不用怕光线分暗 至于现场有多暗 大家看看这一团我用手机拍摄的短片 就可以感觉到 今天阴天大霧 其实在各方面都差的环境之下 就很考之镜的解像力 还原出来的东西也挺好的 我觉得合格以上的 细节保留 对比度也有的 主要是看自己对焦到不到位 我也特意试试一些有颜色的东西 其实它还原得不错 也证明它阴天的表现下 是合格有余的 其实使用手动镜的时间 适当运用它的景深的距离 即是对焦的距离 以及使用光圈的景深的范围 甚至使用超焦距的时间 也可以更方便 就像这支25mm的镜头 看看它每个光圈的黑度 都有一个范围 例如当我使用四光圈的时间 你看到大约是第三条线 即是2mm到3mm 7mm到10mm之间 就是一个清晰的范围 另外再前面可能就是焦外 如果你大约知道 例如我收到5.6mm 它的范围上可能是3mm到无限远 也能够盖上 有可能有机会达到超焦距的范围 所以下次你提起镜头的时间 你会想到 可能是2mm到3mm 或者打后都已经是清晰了 你锁定在对焦的范围 你一提起相机 就可以直接拍了 做到这个面对焦 又可以拍到相片的方式 在街拍来说 就会非常方便 你不用每次都要 去做手动对焦去找 而你又可以提起 部机立即摄影到 手动镜街拍是一个 必须使用到的技巧 今天很好天 就可以继续试我这支 5mm了 因为早前都是比较上 天气不是不好 今天有阳光蓝天 那今天去试吧 晨天之下几何级素上升 颜色、清晰度、对比度 完全好 试试近涩吧 光线之下保留的细节 完全能达到的 就算在光圈比较大的情况下 细节也完全能达到的 近涩我觉得是无下可及的 虽然它不是一支微距镜 但是表现是极好的 除了会用专业的相机 试这支镜头 今次也会试用一些更入门的相机 去试这支镜头 顺光之下 所向无敌 细节完全可以 玩一下光云也没问题 水的倒影 车胎的质感 完全能还原出来 就算我用比较小的光圈去拍摄 画质上也没有明显的下降 这支镜头的表现是极出色的 就算在逆光高反差下 它的细节保留 锐利度 对比度 都完全可以看到 令人惊喜的镜头 今次试玩了一段时间 老挖这支25mm 0.95的镜头 它最大令我惊喜的是 它的画质上 是一个超高的表现 它的构造一定是好的 全金属镜身 其实它的变焦环和光圈环 是比较倾向电影拍片的 在拍照方面 可能要常常看镜头的光圈 或者我用惯了会比较方便 但是在晨天的环境之下 这支镜头简直是超高 夜拍也可以有它的好处 因为在低光环境之下 它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其实在各方面 这支镜头 除了真的要手动对焦之外 0.95的光圈值 其实也是可用的 只不过如果你想追求一个 多些细节 或者它的画质上 锐利度会更加提升 你收回一两级会更加完美 在各方面 以及它的价位定位来说 其实这支镜头 性价比也不错的 如果大家喜欢拍片的话 也喜欢摄影的话 其实这支镜头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好了 在这支镜头最后 我会用这支镜头 去拍一支镜头 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这支镜头 在4K拍片之下的表现如何 在这里 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我有新的器材 也会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一下 记得订阅 按赞 和分享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下支镜头 下支镜头 再见 2 0 by bwd6 by bwd6 by bwd6